大家好,我是吳仔 又跟大家考古了 今天講一位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再見驗楊天 又有什麼肥絲拉 這位叫陳秀文 他的妹妹也挺漂亮的 陳秀文的樣子我覺得很普普通通 年輕的時候 但是他 人家說他是對眼識說話的 他是難得一個可以復出 又退隱又復出 退隱又復出 不過有些雜誌說他 他的樣子老到 五十多歲的時候他的樣子老到 在街上你都不認得他了 有沒有那麼糟糕 跟大家研究一下他的 故事 香港八九十年代 很多港星出產了 很多電視明星 都很紅 他這一位就是其中一個 還有 就說他 就為了復出 就找了很多朋友 一起 相聚尋求機會 我見他跟孫圈 歐陽振華 那些都很friend 最近 原來這班人 聚一聚 就是2014年 那時候 七八年前 孫圈 在社交網 擺出 跟歐陽振華 陳秀文 還有一個 呂晶晶 連夜飯照片 呂晶晶 因為他是亞事的亞姐 大家玩在一起 原來 陳秀文在2009年 演出一位叫鄧特希監製 的法網群英之後 就很少在幕前出現 一直都過著一些歸隱的生活 應該不是歸隱田園 不過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近幾年開始 就說在 舞台 螢幕 都看到他 據了解 他跟歐陽振華 的經理人 簽了合約 掛牌出來 原來在2016年 盧國尖的演唱會上面 出來唱歌 做嘉賓 2017年 舉辦了自己的 震蕩演唱會 他很厲害的 又跳又唱 在舞台上 當時都成五十多 飾影多年 仍然是有一嬉的風範 說到了 又幾年前 2017年 12月6日的凌晨 歐陽振華 放一些東西 上微博 因為他 在內地 都很喜歡放東西 那時候他還沒出事 還沒慶祝聖誕節 他鋪了一張 整班是一號黃庭的那班星 有什麼人呢 洛應君 陳惠山 陶大宇 鄧穗文 蘇永康 劉美娟 姚瑩 和林寶怡的一張照 這班人合體 看到他們 其實 除了是戲女 和戲外 都是一班好朋友 而歐陽振華 和陳秀文 這對法律界夫妻 相隔多年再次合體 令網友看到 就下落 很少藝人可以像陳秀文那樣 退出 不做了 又復出 又退出 又復出 而退出復出之後仍然受歡迎的那時候厲害 每次出出來的都紅 很少藝人 可以跟他這樣的 由麗的的時代 做到無線 又再去ATV 又回到TVB 真是 攪來攪去都那麼吃得開 你說陳秀文的樣子 又不算是很美的那種 但也很有主角氣場 很深入民心 為什麼呢 說他 溫怨然熟 可以是民國時代的好媳婦 滿足到男人對嫌妻良母的遐想 他和剪短頭髮比長頭髮好 剪短頭髮 又化身了事業型的典型港女 女人又喜歡他 男人又不喜歡他 不會特別不喜歡他 女人對他不會有那種 即是說他效 對他沒有這個疾度之心 蔡楠先生說的 什麼叫美女呢 他首先要看對眼 有沒有靈氣 那些女人 怎樣為之美呢 蔡楠說的 如果眼珠不會動的那些 再美的女人 都是蠢才 竟然是這樣說的 因為聰明的女人 眼是會動的 是靈活的 女人如果真的聰明 真的要聰明 在這篇的作者來看 聰明的女人就不會醜 要好看的 要本身她的人聰明 加上她的疲囊 一起才叫完美 說到陳秀文的眼睛很懂得動 很懂得說話的 眼睛 說回陳秀文的星途之路 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集於一身 因為九十年代中期 大家都是 很喜歡看電視 她是TVB的當家花彈 亦都穩助 阿是一姐的地位 再見艷陽天 是不是 不過說她遇人不熟 嫁到過 只是花女人錢的丈夫 令到她一生 都滯爪在金錢瓜葛 之中 一度跟親人反目 那個 警方都慘淡 也都令人唏噓 有沒有這麼淒涼 看看這篇文章怎麼說 不過陳秀文 在麗德的時代已經 入藝園訓練班 1979年 我那時候還沒投胎 1979年 受到音樂人 黎小田的賞識 首次在武俠劇 俠道風流 唱了主題曲 他有多好運 其後 被公司派到新西蘭 代表香港參加 太平洋創作歌曲邀請賽 有首英文歌 The Rendering Song 奪得最有前途新人 原來他也是歌手 當時他有什麼肥斯拉 在無線製作 然後轉頭聽到他唱歌 原來我什麼都可以 童年首次出演長篇劇集 一個叫做浮生六劫 演藝上的對手 有一個叫做 叉燒的男演員 別號叫叉燒 林國雄 馬景濤 也是他螢幕情侶的形象 馬景濤也行 真厲害 說到陳秀文和演員林國雄 在1980年 拍攝這個麗的電視 青春愛情劇 叫《趙雨中的陽光》 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1987年 兩個結婚 還有一個兒子 這些就是 假起真做 有好劇叫做《趙雨》 成為香港青春愛情劇的開山之作 又是他們拍出來的 因此引起 青春愛情劇的熱潮 其實他當時都很紅 其後 和麗的因為合約上談得不開心 離開了麗的電視 成為了全職的歌手 亦出了四張個人專輯 在這個期間 陳秀文因為厭倦了娛樂圈的生活 淡出 不見了這個人很久 之後又走出來 《一號皇庭》 記得嗎 1990年 陳秀文復出 在這個90年代前期 曾經主演過多套家傳媚曉的電視劇 好像《一號皇庭》 《馬祥大亨》 《再見逆氏老婆》 《肥之拉》 原來就是《再見逆氏老婆》 在前四輯《一號皇庭》系列 他飾演一個高級檢察官 叫丁游 和歐陽振華扮情侶 觀眾看到 歐陽振華貼在他身邊 樣子都幾像咖啡貓 他說有很多藏戲 只是藏演的戲 保守的陳秀文 特地要蓋兩張皮 就是隔開歐陽振華 防止有肌膚之親 可想而知 陳秀文本身都是傳統的女性 那你也沒見過他有性感的打扮 《一號皇庭》開創了什麼呢 就是中產專業人士的主角的單元劇熱潮 什麼都做過了 有時候是賣魚的 煮飯的 或者做優質律師 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他演戲那個 那個很廣的戲露 在1992年至1998年期間 總共五部劇 陳秀文 參與其中四部的演出 都是演精明果斷冷驗理性事業型 獨立女強人 律政司 配著這個 好像 群腳仔 歐陽振華 小男人 律師 鮮明的對比 特出 很特出 兩個人的關係 始終是糾纏不休 在演戲裡面 很多朋友 但是他依然是最耀眼的 法庭之聲 在《再見逆事老婆》 在劇中 他和姜大衛分開 亦然有好結局 現實當中 就不是了 他為了飾演 肥斯拉的角色 他穿了一條 很厚的臉褲 扮肥婆 又戴假髮 扮斯拉 就是 一日曬雨淋 這次拍攝 搞到他 其實你說他肥斯拉 其實當時是令到他瘦了五六磅 對於這個角色 他是勇於上司 覺得肥斯拉完全沒有壓力 就不用顧外表 很過癮 拍了 與此同事 拍了一號皇庭 跟著一齊拍 早上他演肥斯拉 晚上變了檢察官 拍到他 情緒失控 真的很過癮 早上做司拉 晚上演戲 去演 檢察官 之後 竟然去了 亞視 馬祥戴亨也是厲害的 演的小女人 梁家婦女 在韋家輝監製 馬祥戴亨 顛覆了好女人的形象 又演的食錢怪獸 因為之前他演了梁家婦女 之後就演過 好像那些瘋子婆 什麼他都合演的 1995年10月 若滿無線 走鬼在亞視 拍了那個 再見艷陽天 不過亞視 你也知道收視很一般 不過 他都可以 得到觀眾的喜愛 打破了無線的慣性收視 真的嗎 不是吧 有贏過嗎 但當時的名字 挺恆雅的 還有一個女主角叫鄧瑞文 他說是當年唯一一部 能夠威脅到無線收視的作品 一路加拍加拍加拍 再見艷陽天可以拍到105集 厲害厲害 好了 那怎樣 他呢 那部再見艷陽天 其實就是做一個女性的例子片 製作也挺好 有邵美琦 有雙天鵝爆起政 陳佩這些實力演員 加上馬景圖 做男主角 他說那個 角色 那個叫秀巧 那個性格 好像聖母 人人 心中都 不免會稀奇有 這樣的女兒 這樣的媳婦 這樣的老婆 這樣的大嫂 這樣的姐姐 這樣的媽媽 這樣的朋友 就是 為他度身不定做的 他的角色 都是以女性的角度為主 表現出民初女性 和90年代女性之間的難處 他在1997年的天長地久 亦都蟬聯最佳女主角 什麼時候都這麼紅 這個陳秀文一出來就紅了 木桂英系列 在台灣內地也是爆紅的 說到這麼紅 那又怎樣 他說如果人生劇本裡面 那麼華麗寫下去就好了 他說陳秀文是上帝的寵兒 但是人生突變 命運 其實就很難說 去到1998年 是他命運的轉捩點 之前說過他 幾個名成利咒 拍出什麼都收得 這麼好的 人生 是不是真的被上帝眷顧 去到1998年 之前 可以說是 他有錢 有信仰 有美滿家庭 連他自己都說 我就好像一個原人 人無原人 他就像一個完美的人 不過去到1998年 他差不多失去所有 因為他媽媽離世 甚至被人 騙了一千萬 說到是假和尚 這個報道這樣寫 被假和尚騙了一千萬 地產公司倒閉 1998年 金融風暴 是不是 地產公司倒閉 欠債 讓他選好他的名聲 最要命的是什麼 說他深信不疑的一套生活信念 徹底崩潰 陳秀文的惡運源頭 說就這樣說 多半是來自他的丈夫林國鴻 風雨同路28載 全部同錢有關 陳秀文和林國鴻相識於新變色龍的劇集 沒多久就拍拖 但想演起現實中的地下情 假氣真造 有一次他們去逼麗公看愛情片 刪了一場事 遇到麥當雄 之後就找他拍趙雨中的陽光 越拍就越出事 拍一拍就結婚 是這樣的 他們本身也是拖友 結婚也不奇怪 不過 可以這樣說 在電影裡面 滿足他們愛情的幻想 這些也是很浪漫的 陳秀文說過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緣份 有些人初次見面 就會很討厭他們 另外有些人一見面就好像過電 有些電流在身上通過 第一次見到這個林國鴻 覺得這個人很相處 對他也很 對人很誠懇 談吐又幽默 總之 見到這個男人 就是他 Mr.Right 婚後他說過 我知道 一山環又一山高 我丈夫 肯定不是世上最英俊 最瀟灑的男人 但由拍拖到結婚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可能會遇上一個比他更好的男人 真的 遇到沒有遇過 1987年他第一次適應 無奈就生了一個兒子 美麗的童話故事漸漸被現實生活 現實生活當然是殘酷 暴露最初的模樣 1984年結婚之後 林國鴻 經常以收法禮罰為藉口 不是生產 拜佛拜到什麼都不做 養家的總擔放在陳秀民 陳秀民 也是百分之百付出的那種 林國鴻有做生意 不過生意失敗 又反覆無常 令陳秀民 經常要 背起債務 說到1992年傳出無線藝人潘方方 前亞視藝員方國山 在西貢合作的開設地產公司 因為錢銀反目 後來陳秀民因為拍攝 再見逆時老婆又紅了 林國鴻恥著老婆的名氣 再搞房地產 哎呀 後面的計劃爛了 被投資者追討過百萬 有朋友說過 好多年 林國鴻有出 沒有入 一時說做生意 一時說出家收罰 每一次出事 人間蒸發 不過 他老婆陳秀民 心軟 就算背著 巨債 也相信他老公是沒問題 他真是 傳統女性 1998年 8月林國鴻 那個 叫做出家人的好朋友 在內地建佛教大學 陳秀民借了一千萬出來 但是 這個和尚 好朋友 夾帶司徒 把過千萬的血汗錢 拿走了 瞬間化為烏油 除之而來 是一筆 又一筆的債務 陳秀民的媽媽 也驗出有cancer 四個月 就過世了 債務前身 他媽媽又過世 讓陳秀民的生活和事業 帶來雙重的打擊 與此同時 他一直信奉的價值觀 也是崩潰的 他說 原來 他那時候信佛 佛教所說的寬容 不是解決事情的方法 始終要回到現實世界分析 處理 陳秀民的預所 和亞視大報片場 被人貼街招 欠債還錢天公地道的大字報 令陳秀民聲明受損 為躲避債務 陳秀民那時候要經常搬家 與此同時 他妹妹陳嘉玲 也很激動地罵這個姐夫 他說他是一隻 放毒氣的縮頭烏龜 就是說他那個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林國雄 陳嘉玲寫了三千字文的聲明 聲明中意 卑鄙 無恥 賤格下流 的物體 來形容這個林國雄 爆料 爆他的醜事 自爆 遭對方借了三百萬 沒有回頭 又指說他不是生產 耗盡 陳秀民三千萬的積蓄 對親家姐 不留情面 但此話 令到陳秀民心如刀割 你這樣說我老公 姊妹 展開罵戰 還長達 很多年的冷戰 陳嘉玲 她妹 指責的姐夫 當陳秀民和家人同事 像人欲提款機一樣 又對姐姐 隔空說 愛一個人 若然可以做到你這樣顛倒黑白是非 我寧願自己 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愛 更加力數對方 未盡到大家姐照顧弟妹的責任 包庇惡 老公 老公 這樣 陳秀民當晚聽到這些事 立即 用曹席的股司 雙尖 何太急 來回應 妹妹 話畢是一家人 何必 據說 陳秀民的媽媽 知道患癌四個月後離世 得知患癌四個月後離世 臨終的時候 選擇叫銀行經理到醫院 將戶口 僅餘的百多萬 全數 給陳嘉玲 以作醫藥費之用 這件事 媽媽從來都沒有 告訴陳秀民 就是擔心 他們倆 因為錢而反目 因為金錢和親人反目 不知道是否陳秀民為愛而豁出去 還是真是傻 被這位妹妹陳嘉玲嫂臭後 林國雄 曾經在採訪中自認 人格 覺得自己人格是零 只希望自己不再做錯事 甚至願意以離婚作為贖罪 你就想離婚 不是說你沒有錢 就分陳秀民一半身家 他又說什麼 他知道陳秀民不可以沒有我 除了很愛我 他也很聽我說 1984年 我已經沒有拍戲了 之後每天就去打坐拜佛 我從來都沒有積蓄 賺到的錢 錢 也是幾萬幾萬借給其他人 就花了 陳秀民一個月 要供月息 二十幾來 七十幾萬的房子 他那時候買樓要二十幾來息 他說我一直都沒有幫過手 心裡有什麼 修行 這個人是佛魔 你修行 你結什麼婚 你走就走 他叫老婆幫你還債 好一個心裡 只有修行 好了 看不到他對老婆有多少的年識 和多少的懺悔 只有一句輕描淡寫 我可以用離婚作為贖罪 可見他死死 捏住陳秀民的七寸 因為他 他說了一句話 因為陳秀民不可以沒有我 他說這些是贖罪 還是事無忌憚的威脅 原本站在理規的一方 他因為掌握著陳秀民無比的傳統婚姻觀念 就是 可以捆綁著道德綁架他 果不其然 他說陳秀民得知丈夫的痛悔回應之後 竟然在網頁心情宣言 他說 在這一陣子 飛短流場之後 你會否 對從前的想法感到亡言 不管外人怎麼說 依然守候堅持 我同行的你 真是可悲可歹 原來 光鮮璀的明星 他因為一宗醜陋的金錢倫理瓜葛 墮入凡塵 無論親情也好 愛情也好 因為金錢被爛壞臉 又被如此不堪搬上台面 被大眾平頭品足 陳秀民面對 婚姻和金錢的情傷 實屬是一般 他完全不理性 對於愛情和金錢 互富深切 又從一而終 死了 這個婚姻價值觀的支撐下 令到他現實上負債累累 陳秀民對感情完全麻木 當初也堅定要給兒子一個完整的家 苦撐這家 苦撐這個婚姻 後來 亦因為兒子而死心 知情人士說 陳秀民經常被追債 而嚴重影響到兒子 叫做林尚知 讀大學的時候 要搬去學校 搬去學校 林國雄這段失敗的婚姻 離婚之後的陳秀民 坦誠地說 自己已經很努力做到盡了 但是原來 到了最後 你發現這個世界根本沒有完美的男人 是找不到的 這段說話 似乎是有些頓悟和通透了 起碼他都懂得死心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都OK啦 起碼人最後懂得醒 起碼最後懂得醒 後來他講了一個道理 女人的命運 不只是婚姻 都是要靠自己 其實他已經 背起了很多東西 只不過 他遇人不熟 遇人不熟 遇人不熟 這麼說 陳秀民的執念 其實跟很多女人都一樣 太執著婚姻的完整性 要過有事業 有丈夫 有孩子的完美人生 如果沒有了 就不完美 就失敗了 死抱著這些東西 就令到他傷痕累累 在他老公收罰出家的時候 外界揣測他是不是亮了紅燈呢 陳秀民說 我告訴你 女人有時候很自私 結婚有了子女 就不用愛情滋潤 子女自自然會變成他們的命根 不把丈夫掛在嘴唇邊 丈夫 跟我有感情什麼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曾經是這樣說的 那麼 看到他的人生 其實 頭半段 很精彩 就是 都叫做 一個大明星 出親來都叫紅 誰知後半段 都是為情執 而變成 如此的地步 近年如何呢 好像近年很少聽到的消息 不過 有些記者拍到的相片 似乎都有點露態 人始終有一個 年月的 洗禮 祝他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過去的東西 也無需要再執著了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 下節再跟大家說 其他新聞 拜拜 拜拜